《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5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182期 很多天没有给朋友们更新新的节目了 主要是我去了澳洲访问了半个月 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出访呢 正好错过了习近平到旧金山的一个抗议 因为到澳洲的访问实际上是老早就确定了时间 熟悉我节目的朋友呢 很长时间以前就听到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我即将要对澳洲进行一个访问 那么这个通知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 也一直在澳洲的悉尼和新西兰的奥克兰 那么那边的网友早就做着接待和会议的安排工作 所以说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我是几个月前就确定的 那么习近平究竟来不来旧金山参加爱派克会议呢 他缺席了好几个 他究竟来不来旧金山呢 一直在这个死前呢没有人有把握 很大的可能是加州州长柳森到中国访问之后 最终呢确定了习近平到旧金山他的所有安保工作 习近平放心了柳森全面配合 也就是中共大使馆可以在旧金山无法无天 践踏美国的法律 达到习近平认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以后 习近平可能才确定他到旧金山来访问了 所以说呢最终呢习近平的访问期间 和我这次这个澳洲访问呢就是有所冲突 因此我就没能参加对习近平的一个抗议活动 有不少朋友呢老是在我的节目下呢 对我提出各种质疑 我就跟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那么访问澳洲呢是很找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溯源 那么非常感谢澳纽的朋友们 他们对我的盛情款待 我这次访问澳洲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印象 就是如果人生没有去过一次澳洲 会成为一个终身遗憾的 澳大利亚尤其是新西兰可以讲叫美不胜手 这次呢因为时间访问短暂 我都没有时间呢到新西兰的南岛 所以说呢最终留点遗憾 下次呢我们可以再去 那么本次访问呢实际上实际上是相当紧张的 一共只有半个月只有两个周末时间 所以说这两个周末我分别留给了西尼和新西兰的奥克兰 那么就错过了在墨尔本呢应当有一个网友见面会呢 就是没有一个周末呢能够留给墨尔本跟墨尔本的朋友呢 再举行一次网友见面会 那么到墨尔本我只是短暂的一两天跟墨尔本的部分朋友见了面 那么也就是呢感谢墨尔本朋友的盛情 我答应呢下次一定会补上呢墨尔本这次没有完成的网友见面会 还有一个遗憾呢就是曾经说过这几个会场呢都有一个签名售书的环节 结果在悉尼呢这个网友们呢把这个书都买光了 很多人付了钱没拿到书 最终就变成了本来应该留给新西兰奥克兰的书呢 最终在悉尼呢就已经发疯掉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悉尼已经购书的朋友就是汇了钱而没拿到书的朋友呢都给我留下了地址 但是很重要的呢你们没有留下电话 希望你们呢看完我这期节目以后在我的置顶留言下有我的邮箱 你们都给我邮箱呢发一个你们的邮件 邮件里面呢也是写明你们的地址以便于我核对 你们本人收件人的姓名和你们的电话号码 因为国际邮件呢一定是要有电话号码 我才可以呢把这个书呢给你寄到 所以说呢那几位在现场都付了钱 但是没拿到书的朋友们呢就是悉尼的朋友啊 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和你们的详细地址再次发到我的这个邮件中 让我核对以后以便于我尽快的把书呢寄到你们手上 那么下次如果再去摩尔本或者去奥克兰 一定会补上现场的签名授书 跟所有的网友你们愿意合影的都完成了这个环节 这一次呢只能跟大家说抱歉 今天我们留点遗憾留到下一次 好谈我们今天的主要节目 那么今天的主要节目谈什么呢 内容呢有好几个 毕竟呢我已经半个月没给大家更新了 那么这半个月来国际大事很多 我们先说一下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候啊 他曾经在他一场晚宴上 他有一个演讲 他说我不到16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面跟农民住在一起 干在一起 知道人民筹什么 判什么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在人民中间我觉得很踏实 从人民在一起呢我就有力量 我讲无我不负人民 这是我终身的信念 看上去习近平讲的话 好像他扎根群众 他深深了解人民愁什么 判什么 半个世纪前人民就愁什么 判什么 半个世纪以后 尤其习近平 建认中共最高领导人都11年了 那么人民还在愁什么 判什么 你习近平不觉得你是最大的失职吗 你共产党领导人民又过了大半个世纪当年他们愁什么判什么 你心里面很清楚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来了 他们不依然是愁什么判什么吗 所以习近平就是忽悠外国的政要 认为好像他最了解人民一样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半个世纪前过的什么生活 现在习近平就看看他曾经插队的那个三倍老家三倍的人民 他们过的不还是那样的生活吗 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所以说呢习近平的这种讲话 他忽悠全世界忽悠那些为习近平吹捧什么习近平字样的人 他们是懂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习近平不过是把自己吹成 他是人民中间选出来的领袖 而本质上来讲 他是标标真正不折不扣的一个独裁者 而这种独裁的道路不会像习近平想象的 他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啊 你看看仅仅是一周之内 发生在欧洲和南美两场大选 已经让全世界呢 他所有的政治行为呢 改变了一定的航向 在荷兰和阿根廷 被分别称为欧洲川普和南美川普的候选人 全部在本国人民强势的名义下 他们呢都当选胜出 为整个世界格局波乱反正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尤其是刚当选的阿根廷的新总统叫米莱 就在当地时间的昨天面对外界的质疑 他直接回复记者招待会上的所有人 他告诉他们说 就任总统后 他会立即关闭阿根廷央行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阿根廷将会使用美元 而废除阿根廷现有的货币这个匕锁 这将意味着阿根廷政府直接砍去央行财政部 和跟货币有关的国家政府里面的行政单位 精简政府缩小行政开支 那么这种行为一下子呢 就让这个所谓南美川普呢引人注目 包括美国正宗的川普总统本人 他都表示他最近要访问阿根廷和新总统呢当面交流 而整个阿根廷这个新总统当选 他废除匕锁使用美元的这一招做法 最最悲催的显然是习近平嘛 因为中共刚刚跟阿根廷做生意 拉人家加入什么人民币结算体系 就是人民币跟阿根廷匕锁是互相结算的 收了人家相当于1300亿这个人民币的匕锁啊 那么这么大一个比例的匕锁怎么办 这一下子不就成了废纸吗 你这个匕锁人家阿根廷已经废除了 你到哪里去兑换找谁兑换呢 实际上这1300亿这个人民币的匕锁啊 就是人家阿根廷中国大傻币借给他 以及中国大量的商品出口到阿根廷 阿根廷支付给中国的1300亿 那么当时是按照汇率用人民币比照美元 以及阿根廷匕锁比照美元 然后有将近1300亿人民币的这个大量的匕锁呢 被中共央行握着 现在人家匕锁一旦废除了 中共下一次拿这些匕锁准备跟人家阿根廷买东西 人家不认匕锁了 人家只要美元了 那怎么办 也就是中国拿这些匕锁跟任何一个国家买东西是买不到的 阿根廷已经不收了 人家只收美元 你习近平天天大傻逼 到了那个时候 你习近平这1300亿不就打了水漂 你不傻逼都不行啊 所以说呢习近平他总是嘛 总是他自己为了他彰显他自己的面子 在全世界大把的花钱 最终呢 最终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亏空 本身国家就没钱了 他还到外面去撒钱 人家的这个政策一变化 你收的那一堆什么人民币兑换的那个匕锁有什么用 明明全世界大家都用美元结算 你如果用美元结算 你觉得美元会有一天变废纸吗 而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大家都争相用美元 而弃用自己的这个货币 不就是因为美元才是坚挺货 你人民币要替代美元有这个能力吗 而这两天呢 中国呢 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外交部他宣布 从12月1号起到2024年11月30日止 也就是整整一年期间 有六个国家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加上马来西亚 所有这六个国家的普通人员持普通护照 到中国来经商观光旅游探亲 他们到中国呢 都可以享受不用申请签证的免签待遇 也就是这些国家一下子享受中国一年的免签待遇 那么大量的这些国家人到中国来 现在马上中国外交部开放这六个国家 欢迎你们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要把新闻连起来看 也就是在外交部宣布这六个国家 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免签证 这个一年期间宣布了这个外交新的这个签证条例之后 国务院又发布了他的一个新的这个宣告 国务院的新闻称 京东明春中国可能面临着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流行的流行病 也就是中国马上要爆发大的流行病 他们现在欢迎那六个国家所有人员免签证就到中国来了 大家应该还有这个记忆吧 2020年武汉封城时候当时武汉是停飞了国内的所有航班的 但是国际航班是扎大力度啊 也就是通过国际航班把几百万已经染疫的武汉人送往全世界 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外国人在武汉的也乘坐这些航班离开了武汉 到往世界各地 一下子中国的疫情就祸害了全球 现在你看又来了 每次剧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演员幻幻而已啊 而中国这个大流行病你该是该不住的 连胡锡进现在都发文去报道说他自己的外孙女高烧已经达到40.6度 过去说家里面的孩子从来没烧过那么高 他还透露整个各大医院的所有儿科全部挤爆了 带孩子到医院去挂号到凌晨才看上病 这种滋味如果你没有那种精力 你是完全不能够感受的 所以胡锡进他就不断地在他的文章里面称 呼吁社会上一定要重视这种流行病 适当搞一些预防工作 结果纷纷招来网友们的讽刺啊 板子只有打在自己身上 老胡才觉得疼啊 现在死了自家人胡锡进就着急了 无产机去钻轮铁拳只有打到胡锡进的头上 老胡才知道无产机去钻轮铁拳 从来没放过一个哪怕吹捧无产机去钻轮铁拳的人 老胡为什么急啊 是因为老胡他自己的外孙女发烧到了40.6度啊 能决定老胡的立场的一定是老胡的利益 也就是当所有其他人生病的时候 这件事不关老胡本人的事 老胡呢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高团扩论 轮到自己老胡马上就吊软枪口 当年武汉疫情刚刚爆发 李文亮他们吹哨人在谈论当时看到的这个疫情的时候 老胡是没少使劲 对李文亮等一种吹哨人对他们的口注笔伐 现在老胡呢现在老胡要做李文亮了 昨天也就是呢当地时间11月24号 是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和副总统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期限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和他的副手萧美琴呢 已经率先完成了登记 那么拖到最后一天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选择了民众党的新光公主立委吴兴盈 作为副总统参选人 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拉上了那个亲共名嘴赵绍康 作为副总统参选人 那么很多人对这两个新来的搭档 就是总统副总统的参选人 这两名心露脸的这个副总统参选人 就产生了兴趣 赵绍康什么人 赵绍康 大家如果经常上台湾的各种新闻媒体 就知道这个家伙呢 在媒体上是非常活跃的人 赵绍康曾经是国民党内派系国民党新党 新国民党连线的创立人 他在1989年联合党内的少章派 组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类似于叫国民兴党 倡议国民党改造运动 不满时任主席李登辉领导的党中央 成为立了一个外省人政治团体的党内斗争一派 国民党曾经有很多知名人物 包括国民党副主席洪秋柱 上一届国民党总统大选候选人韩国瑜 都是呢新国民党连线的议员 但是后来呢 他们仍然没有加入这个所谓国民兴党 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赵绍康的亲共立场是天下人皆知 国民党已经完全被马英九洪秋柱赵绍康这一轮 完全是出卖成了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附庸 所以说赵绍康的加入一点没有给国民党加分 相反他们投共亲共的色彩更浓了 而柯文哲选择了这个台湾富豪的这个掌门人的后代 星光公主立伟吴欣盈呢 也就是他完全在资本面前就跪倒在地上 柯文哲这个家伙烂是烂到不能再看的地步 这一次国民党出选的侯友谊要约柯文哲讨论 而这个讨论大家都看到所谓蓝白河啊 本来他们想蓝白两党加起来一定超过了民进党 他们蓝白两党真的合起来以后 他们认为他们一定是能够打败民进党的赖萧佩 但是呢这个河呢一定没有合成功啊 马英九虽然不断地出合 但是最终这个蓝白河就是一场闹剧 而蓝白河当时马英九一定要坚持在马英九办公室谈 为什么需要马英九出面来帮助谈判呢 如果未来你们这个谈判要习近平出面 是不是也到习近平办公室来谈呢 这个闹剧里面史作用 以及这个闹剧里面最无耻最难看的人就是柯文哲 谁也没想到柯文哲那么烂啊 自己签的字都不认啊 台湾在野党他们联手推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蓝白河 仅仅这么几天最终就破产了 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居然被一个只有成立只有四年 医生嘛也当的不怎么样搞政治人病如此恶劣的政治痞子 柯文哲玩弄了一把 几天前签署蓝白河发表了六点声明 但是没几天柯文哲就反悔了 也就是柯文哲的政治人格完全是丧失殆尽 柯文哲他签署这六点声明本身就是出卖本党原则的 在遭到大量的支持本党的年轻人对他进行反对之后 他一会儿搬出老婆反对了 一会儿搬出女儿反对了 一会儿搬出本党的那些女助手反对了 本党的年轻人反对了 也就是他找出一切理由 他翻脸不认账了 他自己签的字也不认了 最终对蓝白河他的解释嘛 说是他所谓的蓝白河虽然跟马英九朱立伦和友谊 他们一起宣布过 但是他表示这只是表面上的目的是拿来试水温 看看社会的反应是怎么样 两个正在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两党合作 这么大的事是可以随便试水温的吗 是可以把本党的大量的支持者 尤其年轻人的支持者 把他们当作炮灰你随便去试着嘛 用本党大量的支持者当炮灰的这种想法 柯文哲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烂人 这种人怎么可能能够去当选国家领导人 一点利益契合 自己有可能通过联合蓝白河想真当总统 这点利益的鼓舞下 他就可以出卖本党利益 他真的要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谁能保证他不向习近平出卖台湾 他不向共产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呢 所以这样的人你们能把他选为当总统吗 台湾大选之前这个闹剧南白河 让世人看到台湾政治最恶的一面 搞政治当总统的人居然可以没有诚信 视言论为儿戏 这在大庭广众之下 大腕后悔和诡辩诈数 做人呢 可以讲柯文哲已经完全没有底线 所以说当柯文哲讲出这么无耻的话的时候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叫葛莱怡 他对柯文哲的反悔呢 马上就发了推文去质疑他 就说柯文哲自己来证明他自己是被炸糊的这种说法 他提醒台湾人 你能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在跟北京谈判 他们会怎样的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南白河这个闹剧嘛 本来就是共产党在背后导演 马英就作为主要演员 在台湾一手拉起了蓝白两银的合作 这种合作实际上本来就是为了挤走民进党 而共产党完全能掌控这个蓝白河 也就是中共无论是这么操控国民党 还是操控柯文哲 共产党有一万个办法 本来台湾大选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争锋的这个情形下 那么有什么柯文哲啊 郭台铭啊 他们分别来参选 一般新出来的人总是带来一股新的气象 把原来那个成本的政治气氛能打破的 但是你观看台湾大选 现在出来的这两个新人 无论是柯文哲还是郭台铭 这两个都像跳梁小丑 尤其是柯文哲政治品行极端恶劣 他这个人是百分之百会出卖台湾利益的 至于郭台铭呢 郭台铭一出来就是共产党派他来搅局的嘛 也就是他要求蓝白河谈判是到他家 哪有国家大事谈判 到某一个总统候选人家里面去 为什么要到你家来谈判呢 那么另外几方显然不同意了 最终改到军约饭店 他有时候他到军约饭店来参与这个谈判 他是来当裁判的 你明明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来当什么裁判 也就是郭台铭他明明是嘛就是来搅局的 上一回搅了一次局没有成功翻了几个浪花 他不甘心这次又来了 他除了本质上是帮共产党没有什么新鲜花样 实际上郭台铭也早就被柯文哲和何友谊把他淘汰出局的 在整个新闻发布会上面 何友谊曾经问柯文哲 他能不能公布柯文哲发给他的一个短信 柯文哲同意了啊 所以说呢 何友谊就当着大家宣读了柯文哲发给何友谊这短信 这个短信内容就是我们搞这个蓝白河 让郭台铭来一起参加 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台阶 让他体面的退出 也就是郭台铭你赚钱你就去赚钱 可能你赚钱是比何友谊比柯文哲有办法 但是你搞什么政治 你在政治上就是门外汉 也就是郭台铭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 他想模仿川普 他认为川普是亿万富翁 川普可以当选总统 我郭台铭也行啊 我不是台湾首富吗 因此他就拉着那个赖佩侠上演一出一出的闹剧啊 那个网上播出的他自己为他自己参选上演的两个人的那个短视频 简直是丑态百出 什么猛虎下山坡 没人比我赚得多 要翻转台湾 你赚得多你去赚 但是政治不是靠钱赚得多就可以嘛 搞定台湾人民的选票的 估计有不少人支持郭台铭的都会想 如果真的出现柯文哲和郭台铭配或者是郭台铭跟柯文哲如果是相配的话 那么赖佩侠怎么办呢 赖佩侠不就成了炮灰了吗 他为了当郭台铭的副手放弃美国国籍他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所以搞政治是多么的这个简单也多么的恶劣 赖佩侠已经年过花甲一个已经是六十岁的这个老义人 他急急忙忙退掉美国的国籍赶回台湾来跟郭台铭参选 想当郭台铭的副手 结果郭台铭如果跟柯文哲他们两人这么配偿了 不就一脚把赖佩侠踢掉了吗 赖佩侠这个美国国籍不是白白放弃了吗 六十多年前赖佩侠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大兵 赖佩侠的母亲是在一个美国驻越战的一个将军家当保姆的 在这个过程中被这个将军的这个部署一个警卫兵和美国大兵两个人上了床 后来这个大兵呢又驻军在台湾 这样赖佩侠被生下了以后就既有台湾的这个国籍 当然因为他父亲是美国大兵他也拥有了美国国籍 那么好不容易混到了美国国籍 在美国都已经混到了年过花甲六十多岁了 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台湾来跟郭台铭一起演戏 想去参选什么总统结果人家一脚就把他踢掉了 也就是郭台铭牺牲战友在政治舞台上面就毫不由于模仿柯文哲 也就是什么恶劣什么垃圾他们就学什么 这样的人台湾会把他们选为总统了 因此这个蓝白河他和也好他善也好 柯文哲也好郭台铭也好 他们商演的都是被世人所看的一场闹剧 他们当选这种可能性真的很小 因为政治不能言而无信的 在蓝白河这个闹剧的背后最大的赢家显然是赖萧沛嘛 也就是肖美琴加入副总统这个选战行业以后 肖美琴是大打依靠美国牌 并且赖萧沛现在可以明显看出是坚定的走 蔡英文已经走过的这八年的依靠美国壮大台湾的路线 全力依赖美国在美国的扶持下 台湾可以加入国际大家庭 在国际舞台上台湾尽量的扩大自己的什么 扩大自己的外交实力 扩大全球的影响力 阻挡大陆的统战 无论大陆的统战是以和统战还是一物统战 台湾都一律坚决抵制坚定防范 那么这样才能够引起美国对他的重视 全世界对台湾的一个保护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出 美国共和党有五个参选人在最新一场总统辩论大赛中 五个参选人在选择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上 都是重口一词的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巩固自己的国防防止共军队台湾进行武统 要警告中共绝不允许染指台湾 当然了美国大选大家都已经能够深深的了解 美国政客们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美国任何一次大选所有的总统竞选人 在打中国派之后都是狠狠的制裁中国 要打击中国漠视人权 对中国共产党的强权专制以及台湾守护民主 那么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是表达自己强烈的愿望的 等到当选以后就另外一回事了 当选以后中国往往是随进在背后是穿一条裤子的 台湾就成为他们随时可以牺牲的一个棋子 拿台湾说事不过是跟中共讨价还价而已 这么多年美国诞生了那么多总统 每个人都是如此 这五个总统参选人你去看看他们的背后 一定最终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说美国政客他们说归说做归做 但是所有的明白人都完全能够了解 台湾要想不被中国武统就是要坚定保卫自己的国防 紧密的联合美国依靠美国在全球素杞 防止中共合同或者武统的这个坚固的屏障 台湾人民守护自己民主是靠自己坚定的民主意念以及自己钢铁般的意志 加上台湾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自卫保护能力防止中共突然入侵 这在于什么台湾能够有效的打好美国牌 肖美青作为台湾驻美国大使跟美国政界商界有着良好的沟通 美国很多人非常认可肖美青的地位 因此肖美青和赖青的他们这一对相配 如果他们赢下了台湾大选 台湾未来的八年可以我们大家能看得见 是走小英已经安排好的蔡英文 依靠美国巩固台湾面向全球孤立中国的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我相信台湾一定走得通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